HELLO OUTLANDER的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安裝KT Racing的道路版避震器 這是Outlander的二代 這台是二輪驅動的 然後車友呢 本來的這部車就已經有改裝了避震器 應該是使用的年限到了 所以覺得有點比較生硬 這個是應該是TD的 它有點生硬但沒有故障 所以它要換成比較舒適的設定 因為早上剛好也有一台Outlander 所以今天車主的話早上有來試乘 試乘完畢之後就把車留下來 那我們來做改裝 HELLO 明虹 是老闆 你好 這台是二代的 這次Outlander的拆裝其實還蠻簡單的 我們把引擎室打開呢 它的BNT上方有一個橡膠的防塵蓋 防塵蓋打開之後呢 從這個地方呢就能夠做阻擂的調整 它能...呃...它也是...我們KT都有附上座了 所以原來的原廠的上座呢 就可以拆下來 就都不用使用了 那阻尼的調整 從這個地方就可以做阻尼的調整 一共有30段 像這樣順時針的話呢 它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所以今天的話呢 先把它調大概到15段左右 那車高的話 車...車友齁 預計今天的車高大概會降到兩指到兩指半 它本來的話就已經有改裝了避震器的嘛 它的離載蒜的話也是換成強化的 是Hotless的可調式的離載蒜 但KT的避震器其實齁 不用換短的離載蒜 用原來的離載蒜就可以了 前面的話呢 這台是比較舒適的設定 是用237公斤的彈簧 這是統身可調的 是靠這個托盤打鬆之後呢 它的... 藍色的腳管呢 往上縮短的話 它的整體長度變短 車高就變低了 它的腳管往下延伸的話 整體的長度變長 車高就變高了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呢 都不會壓縮到彈簧 所以它的... 預載呢 都不會動到 那這樣子的話 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呢 就都會一樣的 這個是... 它原廠有一個固定吊架齁 就是鎖油管跟ABS感應線的 這是Outlander跟Fortis都是一樣的設計 它有一個固定螺絲 KT的話都有附齁齁 不用再束任何的束線帶 都有符合相關的安全規定 這是前面 前面的話等一下會大概兩尺半左右 這是二代的 後面的話比較麻煩一點 後面的話 這是... 拆下來的後面的避震器 後面的話也已經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內裝的部分 你看這些要拆掉 為什麼要拆掉那麼多東西 因為KT呢 它比較方便的地方 是它有附一個延長的調整鈕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一樣是順時針就變硬 逆時針就變軟 從這個地方呢 就不用再拆... 把避震器卸下來調整軟硬了 所以在施工上呢 比較麻煩 可是車友在使用上呢 比較方便 會在這個地方呢 鑽一個小孔 然後把這個延長調整桿把它穿出來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剛剛那個是左邊 這個是右邊 鑽孔的位置呢 左右的話不太一樣 差一點點 但是就都一樣的意思啊 就是方便呢 讓車友來調整軟硬 三代這個就不同了對不對 這二代的話是兩個門都可以掀開 那這台車呢 也有改了鋁圈 這個鋁圈會比原廠還要更輕 輪胎的規格是23558 再次拆下來的那個原來車友也已經有改動的避震器 就是228公斤 支捲的彈簧 看一下左前左前應該也都裝好了 因為這台車拆裝是還蠻快速的啦 而且早上安裝一台下午這一台算第二台 就還蠻熟悉的齁 所以安裝的速度都很快 前面的話已經裝好 連輪胎都裝上去了 Outlander的車友對KT的避震器相當的捧場 所以我們每一次呢 有安裝的時候都會跟大家做直播的分享 那如果Outlander的車友對KT的避震器有興趣的話呢 有需要試乘呢 也都有實車可以讓車友來做試乘 覺得做起來有滿意再考慮安裝 那今天的那個安裝的直播分享呢 短短影片就到這裡 那如果有疑問的話呢 可以私訊可以視訊給我 或者是到我們KT的粉絲團裡面私訊給小編都可以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